记者黄书丽云林报道,云林县C型肝炎盛行率高于全国平均,接受治疗比率却不高,主要原因是交通不便就医困难,台大云林分院主动出击在C肝盛行率最高的原厂,大批设置外展门诊,医护人员下乡服务。 台大云林分院今天在大批卫生所召开C肝外展门诊记者会,台大云林分院院长黄瑞人率领医疗团队出席,云林县副县长丁燕哲,健保树南区业务组长林书华,大批乡长谢明平等人都与会见证。 丁燕哲表示,云林C肝炎盛行率都高于全国,依据这几年社区证合适筛检结果,原厂,大批C肝阳性比率高达15%,高居云林之官,很感谢台大云林分院在二厢提供C肝外展门诊,让为肝病所苦的民众能究竟治疗。 黄瑞人指出,云林分院内科部主任陈建宏是国际及国内的肝癌治疗专家,得知因交通不便,肝病患者接受治疗比例低,主动提出医师到卫生所看诊,这种精神令人敬佩,更感谢县府团队,健保树南区业务组全力支持,云林也是全国第一个推动C肝外展门诊服务。 陈建宏表示,云林分院C肝外展门诊员场每周二上午,大批每周三下午,针对卫生局列管的C肝阳性病患召回,每次动员六位医护人员,开办一个多月有51人就诊,符合健保治疗条件四人。 陈建宏强调,C肝目前都是用口服药治疗,治愈税高达97%以上,呼吁C肝患者尽早到医疗院所评估,现也有特定条件的健保继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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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